我和五年級的同學做了一個小挑戰 希望他們去分享一些新學式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未做過的事情 今天我就去試一下做這件事 我會做一個香蕉Pancake 不知道成不成功呢? 看看吧 材料會是兩隻香蕉和四隻雞蛋 我看網上的人說一隻香蕉和兩隻雞蛋 不過我要做給兩個人吃 所以我是兩隻香蕉和四隻雞蛋 先切好一隻香蕉 分開小份 放入碗裡 然後拿一隻叉 壓爛它 放入碗裡 那我先停下影片 一會兒再告訴你 壓爛之後是怎樣 經過一番工序之後 香蕉已經壓到變成熔粒 這個過程都需要用多點時間 令它真的不要再有原本的粒粒 而可以有多點的 壓熔的香蕉肉 在這裡 之後就是加蛋 加蛋之後就要拌勻 之後就是開火 加少許油 然後就可以了 放入碗裡 差不多就要翻 用滑 完成就可以上碟 這就是我的製成品 嘩 你看 都見得下人的 讓我嘗嘗味 香蕉味真的蠻濃郁的 如果下次煮的話 可能我會加多一點的香蕉 因為好像還稀了 感覺好像很薄 不是一個很厚的Pancake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一起去嘗嘗 同時你都可以嘗嘗 做一些你平時沒有做過 嘗嘗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希望這個挑戰大家可以成功 拜拜